對不起 我先唸一下這個 因為我這已經等了很久 大家聽聽看 我們下次協商時間定於 請各黨團幹部來關切一下 21號 星期一 早上 當天請主席長提出具體解決的方案 那各位黨團幹部 對我這樣的一個結論有沒有意見 報告 院長 不好意思 我只一點點時間 因為無事要委員發言我還沒同意 好 謝謝 我們在這裡要 首先要謝謝院長今天來召集協商 距離9月20號 在野黨赫然發錢 中央總預算送到立法院來 竟然把在運會通過的法律案也好 主決一樣也好 都沒有能夠完整的來編列 好 因為實際的違反 國家不可以做違法的事情 好 這個在立法院正式刪讀通過的法案 而且經過總統府的公告 在現期內也沒有看到有任何複議的情況 但是行政院可以不編列這樣的預算 然後送到立法院來 這不只是嚴重的藐視國會 也是對韓院長非常的不尊重 好 那從9月20號到現在 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整個 執政者的整個操作鋪天蓋地的各種王軍 各種攻擊 我要謝謝院長今天的召集 讓我們有一個 把事實能夠讓國人了解的一個機會 確實最近有風有雨 有颱風有淹水 我們要再次強調 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 9月20號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所退回的行政院的中央總預算是民國114年 是明年的總預算 立法院還沒有開始正式審查 只是發現了他們違法 該編列的預算沒有編列 而且腐爛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把國家跟人民當提款機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才先退回程序委員會 並沒有進入實質的審查 而確實鋪天蓋地的這個政論節目啊 網軍撤翼啊 到處在所有這些選區啊 不斷地在宣傳啊 這個治水預算沒有了 都是現在要救災啊救難啊 治水預算沒有了 都是這個國民黨民眾黨把預算啊 把它刪掉了 把它擋掉了 把它擋掉了 我想我們在這裡啊 要向全國國人誠摯地表達 只需烏有 一個國家級的團隊來造謠 完完全全沒有的事情 今年所有救災救命救苦的預算 在去年都已經通過 今年113年 國家在執行的預算 都是去年年底就 今年年初就已經通過 而現在立法院 發生的重大爭議的預算 是明年的預算 從審議都還沒有開始 何來的刪除跟退回 何來的黨治水預算 何來的黨 這個老人年金 還有育兒津貼 鋪天蓋地的去攻擊在野黨的 國會議員 這是國家支持 我們要再次強調 在國會什麼事情都可以討論 都可以協商 而且都有法律救濟的管道 執政者認為 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法律案 他們有意見可以依法提出 行政可以依法提出覆議 有很多程序的救濟方式 都可以進行 但是很奇怪的 這個國家 竟然不是用正式的 合法合規合憲的方式 來進行所有國家 重大議題的討論 而是動員 這個網軍側翼 還要呼喚清鳥 我想對在野黨的這樣威脅恐嚇 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嚴正表達 我們完全不接受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是就事論事 而且理性的討論 我想剛剛柯總召所提到啊 這個進法補償的事情 我想這個也是 這次總預算退回程序委員會 的原因之一而已 之一啊 當然他所凸顯的就是 一個行政院 一個國家的團隊 不依法 來施政 這個對國會的踐踏 對百分之百掌握全國民意的立法院 所做出來的三讀通過的法律 總統府也公告了 可以不來執行 這個指示啊 其中之一而已 更何況 進法補償 民進黨立委 也爭相 部落立委也爭相提出來 大家一路加碼 所以呢 今天這個案子 我要特別強調 不只是在於黨 由部落立委有共識 執政黨的立委 部落立委 也一樣有共識 而且法律案的提出是 清清楚楚白紙黑字 就在我們的桌面上 民進黨立委也是提同樣的 金額同樣的 進法補償 那怎麼會 大家一致性的決議 然後在立法院 三讀通過以後 這樣的法律案 可以不來執行 那請問立法院 通過什麼案子 可以來執行 這行政行程 無限擴張到 踐踏 全民賦予監督權利的國會 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 憲法七十條 立法委員 國會議員 在審查 預算的時候 確實 不能作為啊 增加 預算之作為 但是呢 我們現在根本就不是在審查總預算 這是 這是上個會期通過的法律案 這是上個會期通過的法律案 根本不是現在在審議 這個總預算的時間裡面提出來的 這個要求他增加預算 那怎麼會是混淆視聽呢 把憲法的解釋都扭曲 而且大法官391號解釋也講得非常清楚 當預算的編列 這個確實有不合十一的時候還可以裡面該怎麼去調整 好就刪減的部分啊 再讓他們來另外再做調整 這麼半天還是要回到核心核法上面去談啊 對不起 我先唸一下這個 因為我這已經等了很久 大家聽聽看 拜託各黨團幹部還有 我們足記長行政部門聽聽看 我嘗試有大家要發言等一下再說 我想我們先嘗試新的做兩點小結論 請各黨團幹部啊 稍微仔細聆聽 一請足記長 針對本次協商各黨團所提的意見 再進一步沿逆出世界解決方案 包括禁法補償工糧收購健保點值等 於下次協商會議室提出 我們下次協商時間定於 請各黨團幹部來關切一下 21號星期一早上 當天請主席長提出具體解決的方案 那各位黨團幹部對我這樣的一個結論有沒有意見 對21號早上 第二個咧我們選擇 24號 不行我們還要再加開協商 所以我們先提21號星期一早上10點 我們再次當天再請主席長具體的提出來 正好您大概有將近 將近有3到4天可以去好好溝通一下 顯然你這邊不提出 你可以看得到嗎 各黨團大家的意見 已經紛紛都提出來了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4個案 我們下面要進入到考試委員的 人事同意權的案子 所以 報告 院長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一點點時間 剛剛因為 無事要委員發言我還沒同意 好 謝謝 對不起 謝謝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